我們基本上也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然後其實鳳梨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就是溫度的控制沒有控制好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已經從產地 一直到國外的進口商 都已經充分的告知 我們整個鳳梨應該用什麼樣的溫度 去做運送跟販售 那至於巴勒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只看到一些媒體的報導 那現在還在做一些查證 到底這個只是一個 一兩粒 就是一粒或兩粒剛好消費者買到的一些問題 還是說它是有不平性 不過看起來好像就是 那個報導就是一個消費者 買了以後覺得有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查證 既所謂的黑心鳳梨事件後 又有我們的巴勒黑心被檢視 那這很明顯不是病床太問題 這在我們的農業界而講 這個狂災 這是冷藏保存不當 導致這種所謂的荷垮 對我們來說 都是台灣農產品的一再的限益的消耗 都不是好事 在此要服務政府 忙著補助 忙著促銷這些水果的東西 品質也要控管好 不要出自的再推卸給任何貿易商或個別的包裝廠 我想政府有很完善的措書 包括補助 你記得有補助 你就能要求這些包裝廠 甚至冒章要提高你們規格 要更原點去面對 因為畢竟這對台灣的農產品 所有的農產品 所有的農民來說 我認為都是所謂的污名化 對我們也是不公平 但是我們面對最大事 只能再嚴肅來看待 否則台灣農業國家對我們台農發出口的問題 鳳梨都出問題了 那國家對利落了 這國家怎麼帶領我們所有的農民 一起向前衝 我希望這應該帶頭做起示範的效用 割頭 結構整個的東西穩定下來 把農產品更穩定 這樣我最大小 總不是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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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